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安石出身於官僚家庭 書鄉門帝 父親去世後家境很難 有時要靠野菜聰基 他從小就酷愛讀書 記憶力超群 過目不亡 王安石年輕時 就有經世治國的遠大志向 22歲中進士 被派往揚州 在韓其幕下做官 1047年 王安石出任銀縣元寧 任滿之後 又做了十幾年的地方官 1059年和1061年 他仍先後做過中央三司道指判官 和資際告 王安石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改革家 在他年輕時 就立志成為雙朝依韻的經論之才 像後職和蝕地造福社會人民 王安石擔任中央三司道指判官 和資際告期間 曾兩次上疏給仁宗皇帝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和上時政疏中 他提出整頓理智 改革法道 培養人才的主張 但是都沒有什麼結果 1067年 20歲的神宗皇帝職位 王安石有了施展才華 和佈國的機會 一心富國行兵的神宗皇帝一職位 就著手準備改革 他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和上時政疏非常認同 認為除了王安石 就沒有其他人可以為朕推行新法 於是 他先任命王安石支江寧府 又任命他為漢林學士 神宗還打破常規 特召王安石入殿商討國事 1069年 神宗不顧反對和阻撓 將王安石提升為參之正事 第二年 又提升為堂中書門下平章事 在神宗的支持下 王安石開始了持續十六年之久的 西風變法運動 他陸續推行了理財富國的清苗法 軍書法 農田水利法 貿易法 市役法 方田軍稅法等 整軍強兵的將兵法 補甲法 補馬法 整頓利治 更共舉 興學校等法令 這系列新法在農業上 抑制了土地兼兵 免除了農民繁重的差役負擔 保證了農民生產 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還令到原本掏稅漏稅的土地 按照實際數目繳納賦稅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了 在商業上 他打擊了壟斷市場的負商兼併勢力 和不法商人團職居期 謀取暴利 還令到城市相反有利可逃 氣風變法 還令到軍隊指揮不靈的局面大為改軍 大大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 亦為國家折省了巨額的軍費開支 黃安石主持的氣風變法 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去到元豐年間 中外婦婦無不聰盈 可以支撐20年的財政開支 而邊境防禦上 欽寧年間 北宋修復了福原兩千多里的領土 令到唐朝中期以後就失手的 舊僵域重新回歸 這樣亦是北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 為了順利推進改革 黃安石還建議神宗 進行官僚機構和科舉制度的改革 黃安石創建了制製三司條例師 整頓了台間機構 提拔了一批有才學的年輕官員 霸出了一些反對改革的間官 選擇力主改革的官吏充實台間機構 令夏程能夠通達到中央政府 為改革充當異目 在科舉制度改革方面 黃安石不僅重新設立了以經義 策論取進時的考試科目 還整頓學校 改組了太學 增加太學生的名額 而且先後設立武學 醫學等專科學校 黃安石還親自編定各級學校的統一教材 他重新為《詩經》、《尚書》、《周禮》 《三部儒家經書》做著 統稱為《三經新義》 將他推行到從太學到院學的各級學校 作為科舉考試的唯一標準 由於西風變法觸動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 遭到以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和阻撓 新政推行遭到阻礙 1076年 黃安石就請告老頑鄉 神宗只好讓他以史上身份見判江寧府 1079年 被封為《經國公》後 黃安石退隱金陵 直到1086年去世 神宗去世之後 氣風變法宣告失敗 不知幾百年 方有如此人物 黃安石被梁啟超譯為 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 列寧也稱之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黃安石還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 他在文學方面 對後世的影響也非同一般 後人將他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有詩讚藥 漢林風月三千首 利報文章二百年 老去智蓮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